只錄影啊 不要錄一半就當機了 好 首先呢 打開 先講我們台灣的 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 叫做Cello 大提琴啊 它是subcellular location的 一個predict system OK 这是我们 现在跟我同一个学校 阳明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 他们研发的 所以这个网站 你把它打开 打开 它可以预测 格兰氏阳性菌 阴性菌 还有增核生物 你只要把蛋白质 或者DNA序列丢进去 丢进去 然后呢 它就会预测 每一个蛋白质 可能的位置在哪里 老师操作这个给你 有没有 这个 国立交通大学 有没有 这个 分子生物资讯中心 所以换句话说 我是把序列丢到交通大学 用它的server 伺服器 去做这个运算 然后它会返回这个结果 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东西 老师等一下会传给各位 表格 表格啊 我的表格在哪里 桌面 桌面 热丝烤 热丝烤的chello 等它打开 等它打开 有看到了 老师分成这个hot spring 温泉的 温泉就剩9个鼠 17支菌 我会忘 有没有 然后它会帮你预测说 你的蛋白质 在细胞质 有多少个 然后在内膜 有多少个 然后在 臂跟膜之间 有多少个 在外膜 有多少个 然后包外的 有多少个 它会把你预测成这五个 五个位置 所以老师就是跑 跑这个网站 把所有的这个菌 它帮我预测 蛋白质的位置 把它跑完 对不对 跑完之后就做统计 按照它的这个百分比 去做热图啦 长条图啦 或者是组成分分析 就发现它有两个集团 然后发现氏热菌的这个 百分比啊 在细胞质的这个百分比 跟非氏热菌来比 对不对 它变高了 这个地方 变高了 统计上也是 对吧 然后再来就是 包外的 这些蛋白质 extracelular 包外蛋白质 它比较少一点点 本来就比较少 所以它要少一点点 所以老师已经把氏热菌 这个地方做完了 非氏热菌呢 我只跑了一些 非氏热菌有四十几支嘛 老师只跑了前面几支 所以接下来老师演示啊 我这些还没有跑的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这一支 我就把它抠起来 抠起来 然后去NCBI找它的序列 NCBI NCBI 对不对 就找它的学名啊 然后我们要找的是基因体嘛 就在这个地方基因体 基因体 进去对不对 好 所以呢我要把这一支菌的 所有的蛋白质 序列在这个地方 the FASTA档 把它抓下来 然后丢到那个交通大学里面去算 所以我就从这支菌啊 开始啊 抓 它现在在download嘛 OK download完之后就开启 好 开启了 对不对 好 开启以后呢 这个就是蛋白质的序列嘛 所以我就把它复制到剪贴簿 然后把它贴在桌面上 贴上 所以在这个地方嘛 然后呢 我就用交通大学的那个大提琴 来来来 Cello 还有Cello 别乱跑 这个地方 把我刚才下载的那个序列吃进去 好 所以在我的桌面桌面上 你就可以找到 不是桌面 桌面上就可以找到我刚才丢上去的那个序列 在这里 在这里 GFC 这个 开启 所以它吃进去了嘛 然后就submit 所以等它跑 好 那另外一个预测的网站在这个地方 好 好 它叫做 TM HMM 好 在这个地方 它是哪里呢 丹麦科技大学 丹麦科技大学 它的server 它的伺服器 这个地方你打开 然后它告诉你这个2.0版 它现在有更新版 这个更新版呢 叫做DEEP THNN 所以你要跑到这个地方去计算 这边是旧版的 其实去年我有教这个东西的使用 包括那个分泌组学的那个地方 Signal IP就是他们家的 Signal P 不是Signal IP 所以我每次记错 就是丹麦科技大学 他们的这个研发的 所以我就要去这个地方计算 它一样 你就是把FASTA挡 它不要超过1万条序列 吃进去 所以我一样就Select 然后我刚才桌面的那个 细菌的序列就把它吃进去 在这里这里 吃进去 然后就Run 这边大概要运算20分钟 要运算比较久 交通大学 它运算的比较快 但是可能也要5-6分钟 所以我们就等它的结果出来 再等结果啦 所以这几天老师在家就在算这个东西啊 我找我的儿子帮忙 我的小儿子 放暑假 国中毕业 我叫他上去帮我算 就是吃进去啊 剩下的我要请你们帮忙 我们多人算 你很快就会把它算完 所以我们在等待的过程 看一下老师的这个 一个是这个 Cello Lab 我等一下会给各位 请各位帮我把这个橘黄色的这个地方 我还没算的地方 帮我跑完大提琴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Excel是这个 叫做什么 这个 T-MH-MN 这个 这个档 一样的东西 等它打开 我没打开 没按到吗 怎么没打开 有了有了 这个打开了 所以一样就是温泉的地方 我已经算完了 它是预测成这样子 它也是预测成五个项目 一个就是穿模蛋白 Transmembrane 一个是穿模蛋白 然后有那个讯号态的 Signal peptide 所以它还是穿模蛋白 只不过它有Signal peptide 而且它比较少 第三个就是有讯号态的 没有穿模蛋白的区域 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分泌蛋白 然后另外呢 这个Global 就是球蛋白 它没有穿模的讯号 也没有分泌的讯号 所以这个应该来讲 就是细胞质 球蛋白 另外一个是Beta 它有穿模区域 但是呢 它不是α螺旋 它是Beta折板的穿模 它也比较少 所以你可以把这三个 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看作是穿模蛋白 Transmembrane protein 这个呢 看作分泌蛋白 这个看作细胞质 细胞质 它会帮你把这个细菌的蛋白质 把你蛋白质预测成这五个项目 这五个项目 所以呢 老师这个氏热菌17支 我做完了 非氏热菌就做在这里 剩下这几支 还没做完 那做完了之后 这个数据就很确定了 我已经把氏热菌跟非氏热菌 用这两个 subcellular location的这个系统 比较出说 真的 那个差异 是存在的 因为我算了很多资菌 这个差异是存在的 好 所以呢 我们看它跑出来的没有 还没有 这个地方还在跑 交通大学没有反应 它怎么不动 连圈圈也不跑 然后呢 我要找徐老师帮忙的这个 总表 一样就是温泉的 温泉的 我已经把该有的资讯都放进去了 需要帮我double check 就每个type 学名type 然后分离的地点 大部分都是温泉 然后有三个不是温泉 从活性污泥啊 或者是工业废水来的 然后生长温度 所以它们都大于40度以上的生长 尤其是温泉菌啊 就50几度 然后它生长的PH值 然后这些其他东西都是从那个NCBI 举弄的地方抓的嘛 OK 然后飞温泉菌的就多了 飞温泉菌的 包括了红色的这个地方 就是它是这个属的type species 有些就是type species没有定序 所以我就只能找不是type species 其他的这个代表性的菌株 另外如果这个type species没有定序 那我去找他们同一属其他的种 所以有两个 就是type species没有被定序 我只要找旁边的种 的type strand 然后学名然后strand的name 我要找徐老师帮忙是这个 帮我查paper 每一支菌的isolation是哪里 徐老师 派功课给你做 然后呢就是isolation要查paper了 然后它的生长温度跟PH值 就把它填满 对对对 把它填满 对啊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在细部比较 就是非温泉菌里头 温泉菌跟土壤来源的 或者是其他水来源的 是不是也有差别 因为我现在就是很笼统的 把其他当作非氏热菌嘛 那实际上 它也许这里面还可以再细分 它跟土的 是不是我们前面讲的啊 生长在土里面的 因为环境很复杂 所以它的基因体大很多 它生长在水里面的基因体 所以要这些资讯填完之后 你才会看出差别 另外这些温度也是一样 因为我就是在查的过程中 那我查的话我没有去找原始的paper 因为有些原始paper也不容易查 所以我实际上我是去菌种中心 德国菌种中心这些菌都有啊 然后他会建议说这个菌你跟它满是要培养几度C啊 所以我这边抓的大部分都是菌种中心告诉我的 这个菌生长的温度啊 比如说这支菌竟然是氏冷菌 4度C 0到12度 4度C 然后刚才就是 这个地方 后面这两支也是我去看菌种中心的资料以后 才发现 它竟然是48度 40度到45度 长得最好 所以它应该是氏热菌 所以我又把它归类过来 所以就是你在整理表格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需要移动 或者是再进一步的去比较 好 跑完了没啊 缺楼竟然不动 我可以重新整理马鱼这 像这种情况 这边还在跑 在丹麦还在跑 我重新整理看看 可不可以重新 我已经按了 它还在重新 它还在 如果它还有在跳的话 那表示它还在算 它刚才就是没有在跳 老师还是你要再开一个 有可能是这个网页它卡着 再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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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一次 把序列丢进去 丢进去 然后就一直在等待 再开一个 学生 老师 c 那你在跑的時候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好,你說啊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畫面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你就把我踢下來吧 好 老實就是我用的是那個Taptimonus的Taiwanesis這一支 然後我就選了這個跟鐵有關的 很好啊 然後我就選了這一支 這個 然後可是我就是 在Taptimonus 然後我選了也是其他的代謝那些點菌 所以幾乎都是只有它自己一個 所以就是它這個溫泉菌就是很獨特 我們現在就在發現這件事情 對,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它很獨特 所以我幾乎 應該是非常的獨特 都只有它自己 而且就是說Rex的資料庫 可能都沒有抓這些菌 所以它就沒辦法給你建議說 它跟誰在一起 這個就很難比了對不對 嗯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要把這一個序列 你有興趣的這一個 這個代謝系統 應該是找最主要的那個基因嘛 你去用那個Blast的方式 去找哪些菌跟你有相似的序列 我有用 看有沒有把它切掉 我好像把它切掉了 對,可是它跑出來 我印象中是 跟也是這個什麼TOMB 然後是跟Taptimonus的也是其中一個 這數了其他種 也是比對峻 這有八個 所以它同一 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這一顆啊 CAMAMONUS這一顆嘛 對阿 對阿 就是我就想說 所以它是不是因為太獨特才有 就只有它自己一個 是的 好的 那我問完了 所以這個就是往矽作嘛對不對 我去分析某一個基因啊 那你為什麼要選鐵呢 你的理由是什麼 可是我就覺得它溫泉 在溫泉裡面就會有一些礦物質啊那些 可是我就找不到那種 鈣啊、鎂啊 所以我就想說 有鐵,那就喜歡鐵吧 其實鐵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呼吸啊 呼吸啊 血紅素不是含鐵嗎 對 所以鐵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營養限制因子 比如說我們在食品裡面不是 那些什麼 乳鐵蛋白啊 你知道嗎 乳鐵蛋白 乳鐵蛋白 乳鐵蛋白就是那個蛋白質可以把那個鐵吸住嘛 所以那些腸道的那些壞細菌它就吃不到鐵啊 吃不到鐵就會缺鐵啊 缺鐵就會貧血啊 所以細菌就沒辦法存活嘛 所以有一些奶粉它的那個額外添加配方 就是乳鐵蛋白 哦 所以你吃了那種特殊營養配方的 小朋友就比較不會落塞 因為就是你用那個蛋白質把其他壞細菌的那些鐵 抓住了然後它取不到鐵 所以其實這樣在環境裡頭對那些鐵的細菌會搶鐵啊 今天交通大學休息啊 跑不出來 蘇菌還沒有問題啊還是其他人有問題 老師我的那個TGAP好像很乖乖的 你打開 你打開 好 這就是它本來的結果耶 我說這個是Excel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它本身的 我說奇怪它的套是怎麼跟Excel長得一樣 就是我有一隻菌 我這邊正常來說要有 這隻鼠要有五隻菌 然後可是我這一隻 Azo這一隻怎麼樣都畫不進去 就是把它的序列放上去的話 整個跑出來就是 結果就是失敗的 然後所以我就有放這數字下去跑 然後跑出來的結果 你現在跑什麼東西啊 我看不清楚 老師你稍等我一下 你現在跑的這是什麼圖啊 那個就是Pengenone的那個圖 Pengenone那個圖 對對對 哦 哦 它吃不進去是不是 對 然後我後來把它一隻一隻下去試以後 就是如果把Saka也拿掉的話 就是又更少了 所以這兩隻菌很 有點問題嗎 它會不會吃進去 這個Saka的話可以 可是跑出來的結果就是變這樣 然後就少一隻菌哦 對就是少Argo Argo這隻就是跑不太進去 就是它的結果 因為它菌弄也只有一種 然後所以我就是下載下來的時候 只要放進去 老師建議你先去那個Also Van2 因為它最簡單 嗯 老師我Also Van2做完了 Also Van2正常嗎 Also Van2正常 我們看一下Also Van2 到底是它的那個問題還是 這個嗎 Also Van2我看一下 好 Also Van2看起來是正常 因為Also Van2只要把蛋白質丟進去就可以了嘛 對 蛋白質序列 它不像要丟 每個要丟三個檔案 嗯 這樣看起來正常的 這樣看起來正常的 徐老師 另外妹妹 我們可能要跟哲家聯絡 我們要把一些序列傳到Edgar 看要怎麼處理 你們要不要討論一下 因為Edgar最好用 徐老師最喜歡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委託哲家去跟那個 贊主 聯絡呢 還是我們自己聯絡 因為哲家現在在幹嘛 我也不知道 徐老師你知道嗎 他好像在市政府上的 他還是政府 他有沒有空幫我們 這我就不知道 嘿嘿嘿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 他當初是用他的帳號去註冊的嘛 那我們現在 比如說我想要用Edgar 計算實驗室的這些序列 我們是不是把那個序列編號 就寄給哲家 然後哲家就 余哲 余哲是不是他的帳號是我們也可以用 蛤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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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勒 老師 不用哲家勒 是我們就是留在 不是帳號 是聯絡對方上傳序列 一樣就自己發email 一樣啊 用細信的啊 好 那你們就自己自己弄就好了 嘿 對 是那個帳號就是公用了 老師已經把那個Edgar整個 試用的結果放在那個影片上了 你可以先看 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還沒到那裡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還卡在16S速圖嘛 對不對 這個禮拜的功課 應該你就要開始做92速圖了 但是我要確定你說 你的菌到底選對了沒啊 選的菌夠不夠多啊 然後就進行那個92速圖的練習 那今天交通大學當機啊 都卡在這都不動了 奇怪 還是我當機 交通大學就已經關門了 丹麥還在跑 奇怪了 交大了怎麼就停了 關掉 再試一次 過頭了 過頭了 這邊就停在這不動了 這邊還在繼續跑 然後它有一個新版的 是Chelo2Go啊 它這個是舊版的 可是新版的我試用了之後呢 發現它更慘 這是它新版的 這是它新版的 這是我們台灣的 焦大 焦大老師寫的 有沒有 它就是預測 Sub-Cellular Location 預測的這個方式 然後它方式是用那個 Gene Ontology 去做預測的 因為它我一上傳上去 就是說它就告訴我說 它還有400條在等待計算 然後叫我留個email 然後它算完了之後再通知我 然後從此呢就時沉大海 它也沒通知我算完了 所以我還是用舊版的這個Chelo 奇怪呢 它其實算很快的 今天不曉得為什麼 好 都在等 都在等老師教其他的新東西 來 教一個 東西 好 我剛才講的那個G加C啊 有沒有 每一個基因的G加C都不同 每一個蛋白質的基因 對不對 它有G加C 然後RNA的基因 也有自己的G加C 那老師先教你算這個東西 RNA的G加C 因為比較簡單 所以你去下載這個RNA的基因 去哪裡下載呢 到這個地方 Assembly這個地方 組裝的這個地方 組裝的這個地方呢 你去Download 當如果這個地方拉下來 有沒有 它就會有這個 RNAFesta檔 RNAGinbank format RNA from Genome 這三個檔 這三個檔 哪一個是有RNA的基因在裡面呢 你就按下去 0 0 有沒有 這裡面沒東西 第二個 RNAGinbank的這個檔案 0 沒東西 對不對 那就是在第三個囉 這個RNA RNA from Genome Festa 這個東西就有 有沒有 4.8 好 所以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好 下載下來把它打開 打開 下載下來在這個地方 再把它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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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再把它打開 有沒有 這些就是RNA的基因 都很短 有沒有 不到100 這些就是TRNA 所以你等一下打開看 有沒有 第一個是TRNA 然後是那個 甲硫胺酸的 你們有看到嗎 有看到 這個地方 甲硫胺酸的 有沒有 絲胺酸的TRNA 有沒有 什麼Arginine RNA Isoleucine 有沒有 所以它還包括了什麼東西 它一定有什麼 16S 然後呢 23S 你把它打開來看 它就是把所有的RNA的基因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5S 有沒有 5S 這邊有23S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 這邊有16S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從Genome的那個地方 Assembly的地方 去把所有RNA的基因抓下來 包括RNA TRNA 我現在要算每一個基因 每一個TRRNA 每一個RNA 它的這個基因裡面 G加C的比值是多少 怎麼算呢 從這個地方 Edit 全選 全選 全選完之後 在Sequence這個地方 然後核酸 核酸這個地方往上走 啊 走錯了 核酸 核酸 核幹酸的組成 有沒有 Nuketide composition 所以它就會把所有的 有沒有 序列 有沒有 這是第一條序列 然後它的G加C比值在這個地方 第二條序列 它的G加C比值在這個地方 然後第三條序列 它的G加C比值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然後第四條序列 它的G加C比值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就要創建一個Excel表 你其實只要留下基因的代碼 跟G加C 其他的東西都不要 這件事怎麼做到呢 我們就把它全選 然後把它複製 複製完之後就打開一個Excel檔 來開一個新的Excel檔 然後就把它貼上去 貼上 有沒有 它就變成這樣 我要的是這一個嘛 每一個基因的編號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東西 是我要的 有沒有 這個是我要的 然後呢 這個是我要的 G加C是我要的 其他的欄位我通通不要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兩個東西抓在一起 怎麼抓是這個樣子 先選起來 按篩選 篩選 篩選之後就有這個三角形 對不對 有三角形之後你就按 按下去以後呢 在這個地方文字篩選的時候 開始於這個地方開始於 按下去 我要找DNA開頭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打DNA DNA 它就會幫我找 有沒有 全部都是DNA開頭的 有沒有 所以我就把這個東西卡下來 卡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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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製 貼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隨便貼在哪裡 貼上去 所以我有錶頭了有沒有 每個基因的錶頭 它是什麼基因 的錶頭在這個地方 再來回來這個地方 接下來我要抓G加C嘛 所以我又用文字篩選 開始於 開始於G加C G加C 然後就按確定 所以它就把G加C 除了第一個之外 其他就是G加C的值 對不對 你就把那個G加C的值 抓下來 抓下來 複製 然後剛才的工作表2嘛 這個地方 我們在旁邊就把它貼上去 貼上去 有沒有 所以每一個基因啊 每一個基因 比如說第一個是 TRNA的 甲硫胺酸的這個TRNA 它的G加C就在旁邊 哎呦我卡住了 糟糕了 有沒有 可是呢 這個G加C content等於多少 這個東西會干擾以後的計算 比如說我要算平均值 就沒辦法算 所以我要把G加C content等於消掉 怎麼消掉呢 用什麼東西啊 用取代 這個地方取代 用G加C你就按著它打G加C 空格 然後content 然後空格 打錯字 content 等於 等於 有沒有 然後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空白啊 我不要啦 所以全部取代 確定 完畢 有沒有 所以每一個基因 G加C G加C就被你連在一起了 所以你就可以查閱 每一個基因它的G加C是多少 每一個基因的G加C是多少 那到底你有沒有做對呢 你就要去做比較 要去做 剛才的BioEdit 在哪裡啊 東西太多了 BioEdit BioEdit 被關掉了 在這裡 你就要核對這個表格 第一個基因 G加C 跟你創建的那個表格 是不是一樣 第二個基因 跟你創建的表格 是不是一樣 中間選一個 老師會這樣做 中間選一個 看你貼過去的那個G加C 對不對 然後最後末尾的地方 選一個 這個地方你貼過去的 G加C筆子 跟你那個Excel表 是不是一樣 那你就有了這個G加C RNA 在哪裡東西太多了 有沒有 哎呀 你就有了 每一個基因的RNA 的G加C筆子 對不對 然後你比如說 你想要看書 它們有沒有常態分布 對不對 你就把它選起來 去畫圖啊 插入 圖形 圖形在哪裡 然後我要畫的是哪一種圖 看一下 散布圖嗎 不是 那宇則畫什麼圖啊 長條圖嗎 核須圖 不是核須圖啊 我現在是要看常態分布 應該是這個吧 應該是這個吧 長條圖 但是我要把範圍縮小一點 對不對 刻度 刻度的類別 刻度 刻度的類別 這個 間隔數目放大一點 比如說放成15 它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我還可以再放細一點 20 Enter 有沒有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拉大一點給你看 它就會告訴你 有沒有 你就知道說這個RNA的這個基因的分布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算平均值啊 RNA的基因的平均值是多少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就算一個平均值嘛 公式 有沒有 自動 不是 平均值 對不對 OK 平均值是58 58.95 有沒有 58.95 我要打一下 58.95 然後跟剛才的上網去看 在哪裡 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東西 它的基因 基因體是66 居加性是66 可是它的RNA基因呢 只有58.95 有沒有 所以它比平均值低很多 所以就是RNA是屬於 RNA基因是落後者 對不對 落後者裡面還有更落後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23 有沒有 這個23 23 23 是52 16 是54 是不是更落後 對不對 5S 是56 更落後 因為它們是很保守的嘛 所以其他的基因都已經演化了 G加C都已經往前衝了 它們還在落後在後面 有懂意思嗎 所以老師現在在看說 我一個細菌裡頭 G加C最往前面的那些東西 一定是帶動這個細菌 往前演化重要的指標 那那些基因在生物體裡頭扮演什麼功能 為什麼它要往前衝啊 所以老師的想法不是跟你說嗎 老師想法很單純啊 就是說 你好像在看一個產品 對不對 產品的開發啊 你要了解說這個市場裡頭 那些勇敢的創新者 只要什麼新產品 出來他就會去買來試用 對不對 那些人的嗜好是什麼 他的職業類別是什麼 他的經濟情況是什麼 為什麼他會去 勇於嘗試新的東西 有懂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把RNA基因 做這樣子的常態分布嘛 那你同樣的可以把這些蛋白質啊 的基因啊 做那個常態分布啊 你就知道誰領先的G加C 平均G加C 有沒有 這樣有聽到嗎 所以這邊download下來的是蛋白質嘛 那你要download的就是什麼東西 你要到Assembly 如果你要算蛋白質的話 那你要download這個地方 download核酸核酸 那哪一個 這個 CDS CodingRegion 或GenomeSequence 你要download這個 所以download下來 好 download下來 然後下來了哦 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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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個東西download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所有的蛋白質基因的核酸序列 有沒有它告訴你第一個蛋白質是什麼蛋白質啊 什麼MAR family的就是什麼 Transcriptional Regulator 它的基因 對不對 第二個基因 第三個基因 每一個基因 每一個基因的G加C是多少 就這樣做啊 全選 全選 Select all sequence Sequence裡面找到Nucleic Acid Nucleic Acid呢 進到Nucleic Composition 然後它就會幫你算啊 第一個基因 G加C是多少 第二個基因 G加C是多少 有沒有 第三個基因 G加C是多少 為了方便查閱跟方便統計 你要把這個東西變成Excel檔 你只要留下這個跟這個 其他的東西都不要 其他什麼基因長度啊 分子量啊 ATGC百分比 那個我都不要 我只要簡單的這個和這個 有沒有 所以同樣的你就把它全選 然後把它Copy 對不對 然後就找一個Excel檔 剛才有Excel檔 Excel檔 對不對 開一個新的活頁 就把它貼上去 貼上去 有沒有 好 然後就用剛才的方法 篩選 找DNA 篩選 找G加C 然後把兩個拼圖拼在一起 但是老師這邊有個問題 要請你幫我解決的 這一個細菌太大了 基因太多了 所以呢 它的這個總共呢 會超過它的收選範圍 比如說我現在做給你看哦 這個細菌多少個基因啊 好像6000多個啊 關掉 這個細菌 6000多個蛋白質啊 6000多個基因啊 它好像超過Excel的運算範圍啊 我昨天試的結果 我現在選了嘛 跟剛才的操作一樣 篩選對不對 篩選 讓它出現倒三角形的符號 然後篩選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哦 沒有顯示所有的項目 沒有顯示所有的項目 有沒有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啊 超過1萬以上的項目 只會顯示前1萬個 所以換句話說下面的條 那個格子呢 超過1萬啊 有沒有超過1萬 有嘛 有沒有 所以呢 它就沒有辦法全部搜尋 玉珍啊 你們幫我想一想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好 所以換句話說 我這樣子 按照我剛才那個做法 我就會遗漏 後面的一些基因沒辦法抓到 玉珍 有聽懂嗎 有 這個方法是我兒子教我的 我小兒子 我就是卡在這個問題啊 我跟他講說 老爸要這個東西 你去幫我想出來 當初就是從那個 BioEdit呢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這個文件裡面的這一條 跟這一條 其他我通通不要 怎麼用Excel做出來 那剛才那個方法就是我兒子教我的 用篩選 然後文字的那個方式去篩選 可是現在會遇到的問題 我們的基因太大 RNA基因很少 只有幾十個 OK 可是呢 好像超過兩 我記得我自己試過 超過兩千多條基因 Excel就受不了 所以按照那個方法 它就沒辦法 完全做完 那唯一的方法 可能我現在想到的就是這個文件 我切啊 對不對 我只先Copy 三分之一 對不對 去做 然後再Copy中間的三分之一 再去做 然後再Copy後面的三分之一 再去做 然後把它拼成一個表格 你們去想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各位Excel高手啊 我現在貼到Excel以後 我只要這兩個 這兩個條 而且就是我要並排 這個在前面 這個在後面 方便查閱 有什麼Excel的方式 可以做到 好 再下來我們就看說 焦大到底跑完了沒 我靠 焦大當機喔 焦大真的當機啊 好 所以這個東西當機 沒辦法 丹麥大學跑完了 恭喜 有沒有 所以它幫你預測出來了 你的川模蛋白 1094個 對不對 有訊號態的川模蛋白 只有50個 然後有訊號態的分泌蛋白 有851個 然後球蛋白 細胞值的有3940個 然後有β折板的川模蛋白 88個 你就是把這5個數字填到這裡來 填到這裡來 幫我跑完這個錶 誰有空幫我做啊 剩下沒幾隻啊 前面幾隻是叫我兒子幫我跑的 蘇琳 你在忙什麼啊 最近啊 最近啊 最近就有上課有搬家還有打工 我的天啊 我剛完了整理東西 快好了 快整理 這個你幫我跑好不好 好 你找那個你們同學啦 新同學 好 或者是找 欸 那個誰啊 海生系那個妹妹啊 另外一個叫什麼 奇恩嗎 對啊 這很簡單 他就是等而已 嗯嗯嗯 你就是照老師剛才那個方法 把序列丟進去啊 然後就這樣傻等啊 呵呵呵 然後有時候就當機啊 OK 然後你算太久 他就會問你是不是機器人 呵呵 然後再點一下 因為一定有人是寫程式去運算的啦 我們是手工一個一個做 很多人做那種大批的運算有沒有 你要伺服器去幫忙 所以他可能就寫好了程式 然後就直接就灌進去裡頭 請伺服器幫你去計算這個東西啊 好 所以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我們的序列丟進去 其實就是要了這五個 嗯 它的蛋白質分佈在分佈的情況 所以我可以從這個蛋白質分佈的情況 比較兩組細菌 是不是有差別 好 然後 交通大學這個比較麻煩 盪在這個地方 我看我有沒有以前的資料 今天怎麼盪在這 因為交通大學這個東西 他還要用一個指令 他抓下來之後呢 你要把它貼到Excel 然後用Excel完之後呢 你要找到那五個東西 你就要用那個 用這個公式 然後你要算他有幾個 所以你要用一個函數 好 這個Counter if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看 他可以幫你算 好 比如說 這個東西好 比如說我在這個地方 我要算 Counter if 對不對 我要算 好 算的這個範圍 在哪裡 然後我要算什麼東西 我要算這個 算哪個 算這個 這個字有幾個 然後他就會幫我算 所以這整個裡面有6154個 我要找的這個字 你們會用這個函數嗎 計算報表裡面的關鍵字 某一個關鍵字 有多少個 因為這個細菌幾千個基因啊 然後他幫你一條一條預測說 他在細胞膜 我不可能一個一個去算啊 所以我要用Excel的功能 把報表貼到Excel 然後用這個 Counter Counter if 然後告訴他說你要算哪裡 你要算什麼字 然後他就會幫你算多少個 所以他就是 下載下來是一個很大的報表 我要把那五個東西 抓出來 我要示範的是這個 給你看他一個很大的報表 怎麼用Counter if 去把那五個東西算出來 好啦 差不多時間 你們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啊 作業上啊 有沒有人已經開始要著色了 16S的格子有沒有去玩著色了 喂 柏惟不見了 要 有啊 你著色了嗎 還沒做到那 對 老師要請你幫忙 我看你會畫素啊 你白天 你現在白天有打工嗎 還是什麼 暑假 我白天要上課 上課啊 晚上就來熬夜吧 老師缺一個東西 就是16S 你看可不可以幫我畫 老師剛才講的啊 就是說我有溫泉菌 跟非溫泉菌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是從 把它的所有的16S 抓出來 我想要知道說 這一顆裡面的 每一個菌屬 溫泉菌在哪裡 溫泉菌是鄰居呢 還是它是分散 怎麼做呢 是這樣做 老師會給你那個報表啦 我等一下會傳到 那個Line群組 有沒有 我是這一顆啊 這一顆 Kamamonade的這個細菌 對不對 啊這個細菌下面就有啊 有沒有 它的菌屬 菌屬 所以你要找這個 Correct name的 那每個菌屬 你就是點開啊 點開以後的模式 這個菌屬的模式菌嘛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模式種 這個地方模式種 對不對 然後你就把16S 抓下來 把16S抓下來 這個數 這個數的代表就是它 然後去抓下一個數 再回去 下一個數 有沒有 所以你這樣抓完 大概有50幾條 50幾條 你幫我找一個外群 外群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顆 在往上啊 有沒有 所以往上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木 對不對 木 那你就在木裡面 別的顆啊 比如說 我們吃這一顆嘛 那你比如說在這個 Archalegion裡頭 或者是Bugholdery裡面 抓一支菌啊 比如說這支 Type genus 這一顆的代表屬 對不對 代表屬的代表種 我就抓這一支啊 當作外群 這什麼問題 幫我抓畫一個16S 讓老師知道說 那50幾個數 溫泉 是不是用Mega畫嗎 對 用Mega畫 NJ嘛 NJ 好 然後Chelo真的不行啊 我再 請各位幫忙好了 好啦 所以今天到這裡 等一下老師 把這三個 然後看誰幫我做 樹林 麻煩你 你找人幫忙 幫我把這幾個算完 這個 好 好 這個穿磨蛋白的那個 那個丹麥大學的那個網站 就是每一個大概都要等20分鐘 然後我就是為了那五個數字要等20分鐘 好 所以就這裡啊 我們禮拜四再 再繼續啦 徐老師你要幫我讀書呢 是不是一個表格你要傳到群組啊 對對對 那我怎麼download到電腦 要他們要抓下來 要另外抓 找 柏惟你幫我傳給徐老師 我傳上去之後 還要用細箱啊 好好好 用細箱傳這個Excel這樣出來 你這家讀書啦 讀書這些跟什麼 Subseal Location啊 PI啊 GC啊 試熱菌啊 這些到底有沒有關係啊 有沒有人做了這些研究啊 不要做完之後發現別人都做過了 沒關係 應該不可能全部的菌都做過 對對對 他們可能就是更大尺度啊 整個試熱菌 可是我只是針對某一顆裡面的試熱菌 好 好細箱啊 好 好啦 好了 已經 結束了 我們禮拜四再見了 我的錄影在哪裡